你好,我是Madi,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各位分享四个小技巧 关于如何快速收集一家公司的信息 其实我们有很多场景需要了解一家公司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公司在做战略规划 或者是精品分析行业调研的时候 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在入职一家公司之前 我们要了解这个公司人才观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然后它的员工评价是如何的 比如说有花很多钱去购买一家公司股票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会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公司 那也是为什么每家正确公司都会出一些 关于这个公司的研报啊 然后它的评级啊,比如买入评级等等 那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利用手中已有的信息 去了解这个公司的发展呢 那其实除了搜索引擎外,还有几个小技巧 那第一个技巧就是说,如果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你可以关注它的财报 像公司的官网一般都会有 比如说投资者关系这个栏目 那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它每年的财报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准上市公司 那它在进行这个招股申请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叫招股书的这样的一个文档 那你可以从哪里看到呢 如果它是港股的话 你可以点港交所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专门有一个文书披露地址 你可以点进去 假如说啊,现在我们想了解老乡机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在一些搜索网站上了解 这个老乡机它是一月开始在港交所提交申请的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信息记录刷到这个一月份这个记录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乡村鸡它的这个港交所上市申请 那就可以找到它的对应资料了 那这个招股书它给的信息其实是比较全的 那为什么呢 它在进行上市之前 它其实还要把整个市场去调研一下 市场份额是怎么样的 然后整个市场的规模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这个市场是一个500亿的市场 然后呢,我占10% 那我就可以每年赚到大概怎么样的一个钱 然后我的毛利是多少 那我的营业额乘上这个毛利 就等于说我这个公司每年收入多少 那你还可以乘以 比如说我觉得我公司的发展很好啊 每年是8%或者16%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叫复合增长率去进行这个增长的 包括我们这个市场本身是在增长的 那它对这个公司就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信息了 如果它是一个比如说创业公司呢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它每一轮的这个融资情况 它背书的这些基金是不是就是比较有名 那一般来说这个大基金或者是投了比较多轮钱的这种公司 这种创业公司它可能生命中期会较长一点 但也不是说保证这个创业公司就一定能活下来啊 第二个方法呢 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就是去网上了解一下这个创始人 他有没有做过一些公开的演讲和讲话 他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功路径的 一般来说像一个家公司比较成功的话 他会有一些平台会邀请他去做一些演讲 那你从这种演讲的这个分析框架中 你就可以了解到这家公司到底为什么成功 比如说我之前去看小米他做智能家序的时候 他的一个总裁就分享说他当时去了解这个充电宝 他觉得充电宝其实是一个违货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充电宝他本身这个电芯如果你小批量买是非常贵的 但他当时洞察到联想说他开始成为个人PC的头号玩家了 那之后他就预测到可能这个联想的这种笔记本配的这个18960 类似于这款电芯 可能会有大批量的这种全球性的库存 他洞察到这一点 所以他投资了一家小公司专门去做这种充电宝生意后面他就成功了 他说就是智能硬件特别难的一个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对硬件产品来说不管你的市场做多么大 其实你的占有额就很难突破40% 小米他们自己家的空气净化器其实已经做到市场低了 但他可能占比才是36%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苹果手机 他现在在美国本土的市场战略率其实也是40%左右 他分析最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硬件可能不太好用 没有这个头部那么好用 但你也可以勉强将就的用一下 不像说是微信这种 他具有这种规模效应的 就是互联网产品他的规模效应特别强 但你要说智能硬件有绑定的话 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你通过这种创始人他这种背后的思考啊 以及他的一些访谈 比如说我之前推荐过像详谈这一系列的采访企业家的书籍 那背后你就知道他在某个时间节点 他怎么自洽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背后复盘和分析这样的一个实践逻辑 所以我觉得收获也是非常大 能够很快的帮助你去了解这家公司 比如说很多像新消费品牌 大家都说这个三顿半 大家可能是说营销啊 然后说一些他的这种设计啊 李翔老师去聊的时候 其实我才知道原来他自己有一家线下的咖啡厅 他很早就接触过咖啡这个品牌的用户 包括他最早去做罐咖啡 甚至专门做那种罐壶 雀巢他自己也做那种罐壶壶 但最早这罐壶呢 其实是三顿半的创始人 他去找厂去开模 就有一个产品叫罐咖啡大买罐 slogan就类似于 你只需要烧好一壶水我就可以给你一杯非常好的这个咖啡 如果说这个产品 他背后的这个我们说操刀这个人产品的这种行家和专家 他更有利于这个产品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 因为Peter Sear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他说在这个关键领域里 你有什么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见解 就是大家如果都做大同小异的事情 你是很难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叫价值主张的 一个产品可能为什么成功 他靠什么体验或者说增加什么样效率 游助这个用户 其实是创立这个产品 最关键最应该思考的一个点 那这些点呢 其实你去找这个公司再多的人聊 你不一定能聊出来做这件事情原委 那这时候只有一个人回答 就是他的创始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做 然后由他这套逻辑来说 你会对这个品牌有着更深的理解 三点呢就是我们怎么找到这些信息呢 那有些人可能说我用各种搜索引擎啊 对这是一种方法 我这里很推荐大家用一些APP来去搜一下 比如说微信的这个文章去单独搜一下 然后包括像小宇宙这些播客 比如说像混沌或得道这些知识付费APP 去搜索这个创始人或这个品牌 加上一些你想料理的关键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这些单独的APP里搜索了一个比较好的点 是他可以搜出更垂直的一些内容 包括刚刚说的访谈 以及他的演讲视频 当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看一下他发布的时间 有可能这个是1516年发的内容 然后现在是2022年了 但是你穿越时间的周期去看一个这个创始人 他5年前讲的一些话 其实对你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收获的 最后一点呢可能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但是你得到的一些信息呢 可能是不太是表面的人愿意告诉你的那种信息 那就是在linkedin或者是卖卖上去找一些这个公司内部的人员 那假如说你想去换工作那也可以去找一下这个部门 他在职的这些人他有什么样的意见 然后这个公司的环境啊 然后他是否推荐你 当时我在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 其实经常收到一些人来问你觉得这家公司怎么样 有没有一些风险等等 那甚至呢其实还会收到一些所谓的这个咨询公司 他会给你付费 说邀请你参加一个行业访谈 那实际上呢也许是竞品公司 他想调研你公司的一些信息 所以他会给你开一个价格来去获取一些 比如说你们公司的这个内部的产品售卖情况呀 然后你们的供应商的情况呀 如果你是这个公司远方说二爷邀请的话 其实你应该多加注意是否有这种情况 通过这种找到内部人一手信息的这种方式呢 其实是更好的更直接的了解家公司的方式 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个学生就告诉我 他是通过B站上的一个博主 然后他去咨询这家公司的情况 然后得到了一个岗位的offer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像B站 小红书知乎linkin卖卖 你能找到这家公司的人有很多很多很多 多样的方式 那如果你对自己啊比较有信心 其实你可以卖出这一步 就是你去询问一下这个公司啊 是不是有和是你的港 如果你真的很想深度的了解家公司呢 其实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 那就是加入这个公司 然后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个组织文化 他做了一些小的事情细节 你跟你的同事交流中 就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的是一种体感 然后他到底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这应该是比前面那四种方法 都比较直接的一种方式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关于 如何快速了解家公司的方法的话 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